大家好,今天來到廣州番禦南村 尋找當地的特色香肚美食 來到這間南村強姬 又叫做強姬魚竹的食市 由於離市區比較遠 公交地鐵都不是十分之很方便 一直都不是很多人知道這間食市 店裏的裝修是香肚風格 今天我來得比較遲 大廳的人裡面比較少 裡面的偏廳客人比較多 桌面放著一份很簡單的印刷餐單 展示裡面的點心、小炒之類的東西 這就是他們的餐單 我用鏡頭儘量拉近一些 展示裡面的產品 我不知道大家可否看得清楚 等下我同樣用鏡頭展示這裡的 獨特拉搶的方式 就是燒機拉搶 在開放式廚房裡面 員工就用燒機拉搶 在廣州市區裡面 不是很多店舖 甚至是極少店舖 是用這種方式去拉搶的 我們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奧運的拉搶 尾張 倒入的收機 拉出來的搶份 好像薄到紙一樣 半透明狀 我們的店員就把它刮起來 哇!紙那麼薄 我今天沒有點這個拉搶 由於是我一個人來 吃的東西可能有限 我不捨得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放棄了這個 點拉搶這個點心 我點了三份東西 一份就是 瑤柱海味魚蓉粥 一份就是潘魚博餐 一份就是菊花燒米 先來的就是 魚蓉粥 很大碗 很大碗 這個份量的話 是足夠 兩個小女生的 份量 在圓蓉粥裡面 我們現在可以清晰看到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材料呢 有花生 有芋頭 芹菜粒 紅蘿蔔粒 魚蓉 魚蓉 魷魚粒 這種搭配的話 將海味和魚的甜味 帶到極致 既鮮甜 又清甜 花生和芋頭的配合 更加感上添花 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魚粥 我們以前吃的 魚粥 都是魚腩 粥 沒有它這碗那麼鮮甜 很明顯的話 一個就是用魚蓉 不是魚塊 第二個是加了一些瑤柱 魚 魚粥 魚粥 海鮮 搭配的時候 所以才會這麼鮮甜 這碗魚蓉粥 也是這間店鋪的 超牌產品 和特色產品 每個客人到這間店鋪 幾乎是必點的 所以我給他們的評價 非常之高 這個是番薯薄餐 薄餐我們吃得多 用番薯來做薄餐的話 也是第一次吃 很明顯的話 粉皮 加了一些番薯 餡料 應該是番薯用的餡料 這樣吃下去之後 是很好吃的 番薯獨有的味道 將薄餐帶到另一個層次 有一種 有一份香套的 溫馨的 我們用近鏡 拉近去看看他們的餡料 應該是番薯用的 當然也要加其他材料 加上椰絲 夾在裡面 是非常之好吃的 我第一次吃番薯薄餐 相當之特別 也很好吃 接下來的就是菊花燒賣 我們等一下看看 菊花燒賣到底是什麼來頭 所以說這間店鋪有很多點心 是這裡才有的 其他地方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甚至乎是找不到的 是不枉此行 這個番薯薄餐我先介紹到這裡 現在我們準備介紹一下 菊花燒賣 菊花燒賣一共有二四六六粒 它的尾部就捏成一個菊花狀 我先吃一口 進去裡面看看 料和廣州的燒賣有什麼不同 看得出 應該是加了一些芹菜粒 香菇粒 最大分別是加了一些馬蹄粒 當然也有肉碎 馬蹄的清甜帶出了燒賣清新的感覺 與別不同 配合來肉的時候 是一種美妙的搭配 非常之有特色 是清淡、清甜、清新 是不錯的 非常之不錯 今天是一個不錯的美食發現 店裡還有其他很有特色的點心 我的胃口有限 只能夠留待下次再來 我下次再來 會再來 會和你分享其他一些有特色的點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很開心有這樣的發現 希望大家關注一下我的頻道 點讚一下 分享我們的視頻給你的好朋友 拜拜 還有 這裡的價錢是相當實惠的 三碟東西只不過是四十多元 就這樣